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sther 養心分享 今天節目出門是遲了一天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JoyJoy要回家 昨天提前的原先說是5月18日 JoyJoy的爸爸媽媽沒有原因提前回家 我是非常慢,搬避不捨 因為真的在她身上投放了很多時間 我也猜到了,她走的時候也忍不住哭 你看她多可愛 這是她最可愛的樣子 她也會憤怒我,刮了我幾巴掌 於是昨天心情認真不好 不是因為JoyJoy走 而是JoyJoy的走 令到我身邊分離和離開的能量勾起 於是索性不拍攝 因為心情不好,拍出來的東西也不好 然後就看韓劇 繼續追求我這個《女之女王》 更壞 我以前不看韓劇 因為偶爾看到別人的電視 都看韓劇 是默默在哭 我的感覺就是韓劇 非常地 整天都在善情 這個《女之女王》我原本不打算看 但因為我很喜歡男主角 女主角我就不認識她 然後就開始了 一開始就知道了 《逢新韓劇》一看就收不回 看了第一集之後 你就一定會追上去 只是金秀賢 《今時今日》 拍一出一集 是390萬港幣 你說製作費多高 又怎會不好看呢? 當然好看 《今時今日》也有很多拍拖情節 他們營造出來的浪漫 是非常對韓國的年輕男女 或者懂得分年齡的人 就不是我們這些人 但是依然是 都曾經有個少女心 結果昨天就哭了 哭了全低 無論如何 今天就完全回復正常 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說 今天的主題會說什麼呢? 就是會說秘密 你知道最近呢 我又突然間喜歡了秘密 其實我沒看過這本書 但是最近呢 我是愛上了這個 secret 然後呢 我買了這本 精裝書 secret 就終於擁有它 另外買了一本 The secret to love, health and money 其實對於我來說 愛情、健康和錢是最重要的 其餘的都是支持這些 另外就是買了這個卡 我上次好像已經說過了 那我就不說了 那我是愛上了看這個頻道的 這個叫做Louis House 喜歡了這個Louis 叫做Louis的這個頻道 然後特別是呢 現在你看著這個 attracting anything 就是去訪問了Ronda Byrne 那我是喜歡到 我將Ronda Byrne這集 我想我看了五次左右 三至五次走不掉了 非常非常喜歡的 所以今天呢 就會跟大家說一下這個secret 到底這個秘密有什麼秘密 到底為什麼我們向語摘下定單 或者我們自己用這個吸引力法則 總是爭的 我自己就是 總是爭的 那我會和大家說一下 還沒說之前呢 就說說很多好消息給大家聽 上星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 去唸這個懺悔文的好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壞種子 是積得一羅一羅的 無論是我們祖先 我們父母 我們自己 我們的童年 那就是了很多壞種子 和很多的業 這些 和很多不好的業力 其實你的好種子 是中極都標不出來的 我看我自己也是這樣 OK 這個就是佛教版本 我在網上就找到一個基督宗教的版本 然後呢 我們直接就形成了一個 叫做每日懺悔祈福愛的小組 那樣的 那如果你是我們相聚的會員 那一定知道這個 那如果你說我不是你的相聚會員 但Esther我看你youtube也看了很久 我也OK過 乖的 可不可以讓我入群 那你可以直接找Amanda 叫她加你入群 634875 但是如果萬一你在這裏 賣東西 講完這些奇怪怪的事情 我會Tag你出群組 那這個群組當然是免費的 那為什麼要入群組呢 那你自己唸就可以了 是因為自己唸 唸唸唸唸就不記得了 那這個群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看到有44個人 在這裡 選擇你三個是Admin的 那我們會呢 每一個唸完之後就會接龍 那怎樣呢 你變成這個WhatsApp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這裡最好的地方 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接龍 你的群組就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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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提示你 那這個不好處就是好處 就是提示你 就是你今天唸了沒有 我自己早晚唸的 那有什麼分別呢 暫時未見到很大分別 因為我一次過在做很多事情 所以很難知道哪些事情 但是感覺上是向好的 開始向好的 那另外一些好消息的就是 我們中五讀書會 就是現在讀這個我靠吸引法則 賺到三千萬 那去到六月十一日 就是第十二課就完 下一本書 登登登登登登 就當然是讀秘密 我在想了很久 讀哪一本好呢 那秘密這本呢 我是未讀過的 我就很有興趣 可以變成一個十二課的課 可以精讀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Amanda報定名 另外呢 星期四晚上的《創造金錢》 就會 因為一回合是讀不完的 那就繼續讀下去 我會開多一回合十二課 這樣就會是 五月三十日 就會去第二回合 歡迎大家參加 那你說你第二課 你讀到不知道第幾頁 這本書很有趣 這本書是不要緊的 這本書你可以抽來讀 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然後打開任何一頁 然後打開任何一段 都可以的 這本書是非常奇妙 所以如果你想參加的話 就可以在五月三十日 就參加我們第一輪 OK 問Amanda 拿些價錢的 有些早料優惠的 另外我們School of Future Skills 將會第一個工作室 就會是這個月底 就會是這個 超級口才訓練營 那口才有什麼重要 當然重要 那你可以考慮參加我們 一年的會籍 一年的會籍 就會是四選二的 OK 我們就會提議 就是這個口才訓練 加這個全方位 360消授技巧 這樣 這個膽就一定是口才訓練的 OK 因為根據以往經驗 如果口才不行的話 其實你上別的的話 都是差一點的 OK 更加正的是什麼 就直接加入我們 黃金會籍 就是有年半 就是十八個月 那你可以選擇 其餘的四班 之餘 以後還會加課程 你可以不斷在十八個月中 重複上課 有時候聽一次不夠 這四個課程之後 下一個會加 應該是理財智庫的課程 九營人格 但我們想這班大一點 多一點人 氣氛各樣會好一點 陸續來的 所以你現在加入是非常划算的 那價錢是下半價的 那你不單是有這個free coaching 而且所有讀書會 都可以免費上的 好了入正題了 那我就說 我很喜歡Lewis這個頻道 我就很想如果相聚做得好像他一樣 那就不用很多剪接 然後就是不用很多場景 很多那些 就是啟啟啟啟 然後純粹就是跟嘉賓聊天 那我知道我有些東西需要突破 那Anyway 我會想相聚做得好像他一樣 然後訪問一些很超班的一些嘉賓 那尤其是 Rondeburn 說這些很難可以請到他 Anyway 那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我看了他這個訪問 差不多五次 我自己呢 都會有一些 怎樣說 我捨得花錢的 一般來說 我不是很有錢 但是我捨得花錢 但是我也有些東西 是很沽寒 沽寒到很奇怪 例如什麼 以前 以前 就算我做投資賺很多錢的時候 或者匯心的時候 都賺很多錢 我是去酒樓吃飯 我是不會叫海鮮的 現在不同 因為現在你去酒樓的話 會有些套餐 但是其實我很小時候 我爸爸已經是 講我讀Poly的 就是三十多年前 我爸爸是晚上 我爸爸是做生意的 那我爸爸晚上吃飯 特別我們住公廣村 其實那些租是便宜到死 爸爸又賺很多錢 那又怎樣呢 我們晚上吃飯 我爸爸會去叫龍蝦 周末吃飯 會去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吃飯 跳牆 但是去到我 我仍然是會 節省的 很久都會這樣 現在不是這樣 但是我發現 我在家裡也會這樣 我在家裡的房間工作 例如現在 我在家裡的室室工作 我在家裡的室室工作 我在家裡的廣場 就會生冷氣 或者只是開一個風 就讓貓吸乾 不要那麼濕 然後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去哪裡 就生冷氣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會常常在廣場 和室室走來走去 那你又開又開又開 其實對機器是不好的 亦都很不方便 然後我想 其實我會省了多少錢 我又不是經常在家裡 然後我發現 但是山來山來開來開 我就發現 其實什麼 其實心裡面 仍然是有心窮人窮這一部分 又或者剛才我說 這個Louis House 這個Louis 你看一下 他的訂閱戶 是有364萬 然後他訪問的人 全部是美國一級的熊人 但是他也會說一件很有趣 就是 他有很長的時候 就算他賺到錢也好 每一次他要去另一個地方 他就會檢查他的電話 有哪個朋友是住在那個區 或者那個城市 然後他會打電話給他 就是 我可不可以來睡梳化 但其實他完全可以住到 五星級酒店 六星級酒店 另一個他訪問的嘉賓 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 這個嘉賓很厲害 他本身是Straight A Student 就是說 等於香港的九優 但是 一個很厲害的學生 簡單來說 一個學霸 然後他是賺不到錢 欠下很多卡數 在美國很普通 因為你讀完一個大學 如果你家裡不是有錢給你 是沒有一個教育基金 那你讀完大學 就欠十萬八萬美金的卡數 是很平常的 然後他記回 有一幕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穿一件粉黃色的Sweater 然後他的手插在袋裡 然後看著地上 很沒心機的改一幕 這一幕是代表什麼不重要的 因為對他來說 就是 是感覺不能夠超越他爸爸 如果他不需要他爸爸的錢 他爸爸會很痛苦 Anyway 我有另一幕是什麼 就是我記得小時候 小學中學的時候 我爸爸 就負責煮飯 我媽媽就不煮飯 我爸爸煮飯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是這樣的 就是 你以前用火水佬煮飯 我們小時候就不用火水佬 然後 後來就變成小遊戲佬 是不是 我爸爸是經常 是把手 拉著在牆上來炒菜 這樣 然後他這個景象 就好像這個嘉賓說 他爸爸插著手在褲袋 看著地上想事情 那個景象就是 令我覺得人生很艱難 我覺得賺錢很痛苦 我爸爸很辛苦 他很不開心 你知道我爸爸是七號仔 我爸爸是九型七號仔 所以天生是要開心的 七號仔 你明白嗎 好了 最後可以進正題 Lewies訪問 Ronda Byrne 的節目 起碼三至五次 沒有什麼神奇的 神奇是什麼呢 就是 秘密的細節 如果你看看 Rhonda Byrne 的訪問 如果英文好的話 你看吧 因為它沒有中文翻譯的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著迷呢 就是當主持人問 Rhonda Byrne 你怎樣看 怎樣吸引財富 Ronda Byrne 的反應是很大的 它就是 Oh! It's so easy! So easy! It's fabulous! It's so wonderful! 它的反應是大到這樣 By the way 它不是演戲的 第一 你要知道 秘密這本書 賣的一本 是4300萬本 4300萬本 然後是未計算它秘密的那出戲 版權 它是先拍了出戲 然後出戲是全球播放的 你收版權費都收到手軟 然後它秘密這本書 是賣了4300萬本 是什麼意思呢 它每一本呢 是26.99元 26.99元 然後它有8本書 有8本書 還有最新的manifestation card 就是這個顯法卡 這個顯法卡也是二十幾元 折扳港幣 再加上折扣大概214元左右 不合郵費 郵費是另外計的 一本書如果是26.99元的話 我大概乘回7.8元 那就是大概280元 如果280元 它的版權費是10% 就是21元 OK 版權費我猜它怎麼都不只10%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 然後有出版社找你出書的話 大概會給你最低的8% 但是紅到像他那樣 或者New Dollar Wash 或者一些很成功的作者的話 就不會是8% 你可以說價 說到12% 15% 18% 甚至更加高 我估計它只是10% 那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 10%的話 每一本是21元 OK 當然它們會有折扣的 你很多時候都不會 正價買的 OK 我計成頭20元 只是OK 那它有4300萬本的話 是8億6千萬港幣 8億6千萬港幣 只是一本書 因為賣了4300萬本 OK 那就是說這個人 還未計他所有8本書 還有盒子 還有個卡 還有出氣 它是超級無敵地富有 是非常富有 已經不是億萬富翁 那麼簡單 當然它有團隊 要養團隊 而當它去說秘密 其實去成功 你想去吸引任何東西 是非常非常非常簡單 那我猜你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它這麼成功 And by the way 我上個禮拜講過 十幾十年前 就是 他未拍秘密之前 其實是他爸爸突然間過世 然後他自己的relations 侵畏關係出了問題 公司欠合200萬的債務 他隨時要破產 200萬是 either是美金 就千多萬港幣 如果是澳紙十幾十年前的話 都八百幾九百萬港幣 不是很少的 在澳洲來說是很多錢 在哪裏來說也有很多錢 然後 然後 他看了一本的零勝書 然後他再看了七百本 是七零零這麼多的零勝書之後 他就拍了秘密 拿出來了 所以他說的話 是真實的 而且他不會說謊 令到你喜歡他 而且他是不接受傳媒訪問的 我上個禮拜說了 他除了十幾十年前 他之前接受過Opera Winfrey的訪問 那Opera是哪個 就是美國一級的名嘴 那為何要接受訪問呢 因為Opera是一個很有Integrity 很有誠信的人 而不會在這裏 推高你之後 那裏就把你拉下來 Anyway 那就正式入主題了 根據Ronda Byrne說 怎樣去吸引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 很簡單 很簡單 第一 當你想擁有一個東西的時候 不要想它的負面東西 你只會不斷去想它的好東西 當然加上五感觀賞是非常好 當然他沒有說五感觀賞 但是你加上你的感覺下去 舉個例子 為何我沒有車 為何我還未曾有男朋友 就是因為我有Opposite Desires 什麼叫Opposite Desires 就是相反意願 就是我想有一個車 或者我想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這個想法一出的時候 我們立即會有一個相反的想法 就是你不需要那輛車 你也不需要那男朋友 那你說為何你會這樣想 這個不是我這樣想 是全人類都會這樣想 所以某一些外國的靈性導師 他會將 終神不是義主的這個概念 應用在剛才我說的東西身上 就是 你不能夠又想有又想沒有 那你說為何你想有又想沒有 哇太多原因了 其實我們95%的想法 都在前意識上 我們的顯意識只有3-5% 但是人的心情是這樣的 就是當我們想要一件事的時候 立即就會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你不需要這件事 你不想要這件事 而這個這樣的 我們叫Opposite Desires 這個相反意願 是令到我們想去創造 想去吸引的那件事 是不斷地延遲的 OK 所以根據Ron de Bern說 比如說 就是講車這件事 我想擁有一輛車 然後就是 不斷去想擁有一輛車有什麼好處 擁有一輛車有什麼好處 就是 我是放星期三的 還有我走一 我其實可以走開的 我是老闆來的 我可以駕駛車到處去 還有有車的話 車尾箱可以放很多旅行的東西 游泳的東西 甚至乎 我可以隨時去游泳 可以去沙灘那裡 可以畫畫都可以 放一個冰箱也可以 還有什麼好處就是 可以去一些很遠的地方吃飯 甚至乎 長期是有車的 我爸爸開車 我媽媽開車 我弟父開車 我妹妹開車 我妹妹開車 現在我五個兒生者 有四個都有車牌 甚至乎有一兩個有車的 然後你說 那負面那些怎樣 譬如說負面可能是 你小心小心點會撞車 那我就駕駛慢一點 你小心油費很貴 那我就駕駛電車就可以了 那你小心點會 其實沒什麼壞事 總之那些負面的 你用很小的說話 很簡單 把它覆蓋 所以你不要製造混亂就可以了 又例如 我曾經有一個客戶 一個客戶 一個外國的男士 譬如說 他想擁有一個很成功的事業 他在某個國家 就有一個小生意 他找我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想生意成功的原動力是什麼 那他就說 如果他生意成功的話 他就應該會和太太離婚 改變他的人生 然後跟著是會 如果你生意成功 你會離婚 然後會妻離子散 然後你的子女變成 Single parent 有什麼好處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潛意識就是打仗 就是 顯意識就是 我要成功 我成功就會 財政獨立 然後 然後不用被人管 我就變回自由人 而不是去更加欣賞 在婚姻裡面的 互相陪伴 然後 一起供養子女 一起教子女 一起供養父母 你可以覺得這是一個責任 但這也是一個榮幸 譬如我沒有子女 但我有兩隻貓 怎樣都會想起我兩隻貓的福子 我想搬大一點的房子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想有一間房子 有一間房子有貓 就是在牆上面 天花板的附近 有個貓 讓貓可以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他就不用塞在地上跟我爭位 那他們又不用那麼肥 多些地方跑去 那個鍵是什麼 就是 不要想負面的事情 然後我發現 啊 怪不得 我都這麼多福利 都仍然有一些事情 我還未創造到 那又有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什麼 他的生意其實做得非常好 好得得了就是 他經常是爆的 那在他的潛意識上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他會怕生意做得越好 他會很辛苦 他不可以去旅行 他 因為他的生意是手作物 所以他越多生意的話 他是飯都吃不到 然後很簡單的請人 然後在他的潛意識裡面 他會覺得 不會請到好人 就算請到好人 也會有符筆 有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又沒有了好人 然後回到頭 又是他自己做生死的 結果怎樣呢 當他下場的時候 公司生意是非常好的 然後當他是偷懶 或者去了外國 探親戚 休息了兩個月 三個月的話 生意就會一落千丈 就是因為他的潛意識的信念問題 你明白嗎 還有什麼是阻礙我們發財 阻礙我們成功 賺大錢的呢 例如是 我們會在潛意識的層面 擔心和家人的 和家人會撐得太遠 就是說 例如是一個家庭 大家都是存在家庭 六十年代 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中學畢業 小學畢業 有些人可能是開廠 有些人是做工人 有些人是做工人 就是不同的職業 零零射射有一個 就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苦科醫生 或者做了一個眼科醫生 或者是一個大律師 那麼這個人 就很難再配合這個家族了 我看到一個朋友就是 她的弟弟是做漢奸的 但是她的哥哥是做金融的 她的哥哥的嫂子是做金融的 然後她的弟弟和女朋友 然後哥哥和嫂子是很難配合的 而哥哥無論說什麼都好 她的弟弟都說 就會說哥哥財大氣躁 吃新飯都說她請 餐廳也是她選的 去到選菜 又是她選什麼都她選 然後我跟朋友說 其實你這樣想吧 其實如果別人請的話 當然是她選 例如我請吃飯 多數都是我選的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當那個兄弟和弟弟 或者兄弟姐妹之間 那個財政狀況差太遠的話 其實就很多時候會造成 成功的那個就會 漸漸我家的遠靈 而我們是不會想讓家 遺棄或者自己要 飄去其他地方 那你說怎麼會這樣想的 你不知道 你潛意識在想什麼 那你可能說 我家不是這樣 我都是做工廠的 然後香港沒有工廠 我都是做一些基本文員 我哥哥都是大壯大律師 我們都沒有東西 那就好 恭喜你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然後更加幫助的人 會是什麼呢 就是會害怕 如果我成功了 我去了另一個層 那些人會怎麼看我呢 那些人會對我 有很大的期望 然後跟著期望 我會去另一個境界 所以為什麼我對於一個人的 心態這麼有興趣呢 如果我多些時間的話 我想我會在家長期看書 長期看書看電影 聽音樂 還有花 然後就是不斷去學習 但現在實在太忙了 暫時未曾可以做到這件事 無論你是想參加我們 每日懺悔祈福愛的小組 或是新一輪的讀書會 秘密 或者是創造金錢 或者是創造金錢的第二輪 5月30日開始 或者是參加我們的 Let's School of Future Skills 或者是會心 或者是善通 或者是想找我做coaching的話 請大家都直接WhatsAppAmanda 6634875 6634875 好祝大家有一個非常愉快開心 有益有建設性有意義的 如果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请按赞 订阅 按键 留言鼓励和转载条链给你的朋友 OK 拜拜